好的 谢谢董老师 陶老师 还有光子学的 度委会的邀请 很荣幸能够给大家在这里 跟各位专家 还有各位同学汇报 介绍一下我们在光计算方向的进展 那我今天主要讲的是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对在光计算 这个背景 还有一些相关的 我个人的一些 就是一些观点 完了还有就是 我们最近在光子卷积加速器方面做的工作 完了最后介绍一下 其他相关的一些 在可编程光子芯片方面的工作 那人工智能 或者说是人工神经纹络 大家都一定已经非常熟悉了 尤其最近的这个 CAD GPT出来以后 使得产业界学术界对人工智能的关注 还有对它的未来的能力的确定性 又有一个更大的认识提升 那么人工智能神经网络 它如果说要实现更加智能的功能 比如说像现在的CAD GPT的话 那它需要大模型 也就是说它整个网络需要比较大 然后这个是一方面 那么另外一方面 如果说想要用它更快的训练完成 比如说如果一个模型我们训练几十年的话 那么这个时间是很难去接受的 所以说就要去对它的硬件 对它的算力进行提升 对它的基本的每一个神经元所进行的这个矩阵运算进行加速 那么人工神经网络主要分为研究方向的话 它分为这个算法架构层 还有就是说一些基本的硬件 那么在硬件方面又分为数字还有模拟 那么这个冯隆曼架构是现在最经典 也是最通用的一个架构 那么它在之前的整个信息处理 还有就包括电脑手机等方面的这样的处理系统 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推动了这个整个时代的信息时代的发展 那么冯隆曼架构呢 它的数据的存储还有运算是专递的 这是它最主要的一个特点 那这样的话就带给了它很大的灵活性 就是当它要处理特定的数据 或者完成特定的运算的时候 只需要把这个想要进行运算的数据 从内存中调与调用出来 然后送到这个运算单元当中 进行运算就可以 所以说它的灵活性是非常大的 那么但是现在呢 它的局限性也越发的明显 因为数据进行往复读取的过程当中 将会消耗很多的这个能量还有算力 那么这个缺陷呢 随着现在对于这个算力能耗的要求 日益提升 那么这个缺陷可是越来越明显 那也就有人称它为冯隆一万平静 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 另外一方面呢 就是说有一种是跟它相对应的 就是有一个是模拟架构 那模拟的架构就是说 我数据的 它所在的位置 还有这个它所做运算的地方 它是在同一同一个位置 那这样的话就数据是不需要往复读取的 那么当然它也有它特定的局限性 但是它潜在的这个能耗 对于特定运算的加速 会比这个缝隆一万架构要高 那么此外呢 对于不同的平台而言 又分为电子和光学 那么电是现在这个主流的一个技术平台 它有非常高的集成密度 然后也有非常成熟的这个 那么加工的这个平台 或者说生产线 那么光学呢 相对电来说 它的加工技术 可能还没有那么成熟 但是它的潜在优势非常明显 就是说它的带宽是电的很多倍 就比如说它可以很容易的有 30T赫兹以上的带宽 那么对比于电的话 我们通常所用的这个电子的处理器 它的时钟频率通常是在计核子左右 那未来呢 光电混合的这样的神经网络 它可以充分的利用光和电的各自的优势 最一方面电的灵活性 还有它对整体数据的调度能力 可以与这个光的宽带 对特定运算的高速的加速能力 可以相见 那么光子神经网络呢 它主要我们对它做研究的话 我们的个人想的话 总结理下就是说 它大概分成这么几个层次 首先我们对它顶层的话 要面向某些应用 比如说是互相处理 通信 里面的数据处理 还有医疗诊断 自动驾驶等等 这是它的应用 那么针对不同的应用呢 我们需要设计不同的网络的结构 那么现在已经做的这个光子神经网络里面 有这个钱馈的 还有这个区者神运算 还有脉冲的神经元 这个神经活动等等 那么再往下一层呢 就是我们实现不同的神经网络的结构当中呢 它需要有很多个运算的这样算子去组成 比如说矩针运算也好 不利液变换或者卷积 或者是非线性函数等等 就是我们要把这个算子给它组合起来 实现一个特定的一个网络的架构或者功能 那么要实现这些算子呢 就需要依赖于比较多的这种 就光学我们底层的一些技术 比如说我们要用这个光的复用技术 它就就可以在空间 波长时间 模式偏振等等为了进 对它进去复用 另外一方面 还有一些关键的器件 比如像是光源还有电光的接口 还有一些混合集成的技术 让这个整体的系统做的更小更低 那么在这个它的整个复用方式呢 我们也写了一些多数文章 就是这个光的复用 大概就是从2011年生是更早 就开始在做这个光计算相关的工作 那么最早的话 它的复用方式主要是三类 一类是这个空间维度的复用 一类呢是波长的维度的复用 那么另外一类呢 就是时间上的复用 那么在后来呢 也衍生出来了就是模式的复用 还有偏真态的复用 那么光做复用 它的一个就是 就是它是比电有很大的优势 就很多的很多的这个维度 电是没有的 比如说这个就是空间维度来说 这个电也是有的 比如说我一个芯片 有很多个处理处理器或者运算单元 那么但是波长维度 这个是光足有的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偏真态 也是光足有的 还有这个模式 我们光播到里面的各种模式 这个也是光足有的 所以说这些复用维度是光计算 它在并行度方面相比于电的一个重要的优势 那么光做复用的主要是实现两个功能 第一个就是对我们这个输入的信息 因为输入的信息 不管是图片也好 声音也好 还是一个矩阵或者项亮 要实现输入节点 同时去输入到这个网络里面进行计算的话 就需要复用 既可以是并行的也可以是串行的 比如说时间是串行的 那么其他的多数是并行的 那么此外也要对这个权重 就是每一个神经元进行的加权求和功能 对这个权重也要去进行复用 那么这个整个对输入信息 还有这个权重的输入网 在这个论文里面有更详细的讲述 那我今天还是侧重于卷积这一块 那么这里是做了一个简单的比较 但是这个是完全是个人观点 这个不一定是正确 就我们预计的话 未来这个光子的光计算的系统的话 它绝对不是单纯的只用一个维度 它应该是把它所有的维度都用成 这样的话 因为它不同的维度的复用的话 它是一个乘法的关系 比如说偏振态 虽然我只有一个TETM两个偏振态 但是它可以直接把整体的算力 或者运算的并行度乘2 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那么我们做这个卷积的话 主要是着眼睛的两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运算的算力 或者是这个分土率 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们如何去处理一些雷度 相对比较大的数据 让它超过我们实际的这个芯片 可以支持的这个输入节点数的时候 就会去给它解释 那么我们关注的就是说 采用的这个卷积的这样的一个 那卷积运算的话 就是像右下角的这个矩阵里面 所进行展示的 那绿色的这个矩阵是输入的这个数据 然后黄色的是这个卷积的窗口 黄色这个方框里面 它的右下角的这个红色的数字 它是代表这个卷积合的权重 那么这个权重是要通过训练得到的 那可以看到 当这个黄色的窗口在滑动的时候 它实际上可以对原始的 不管多大的一个数据或者矩阵 都可以把它的整体的信息 进行一个特征提取 这样的运作 那么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我在这个网络 它的全值 或者说它的并行度相对没那么大的时候 我也可以对很大的数据进行复理 所以这是卷积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意义 那么在之前传统的应用呢 卷积已经有了 就是已经很多年的这个 广泛的应用 还有延伸 卷积神经网络里面 薛老师您那个声是不是可以大一点吗 好的 是不是离那个电脑也得远 是吧 是不是 好了 我调整一下 对 现在就比较好了 现在比较好 好的 好的 谢谢您提醒 对 然后卷积神经网络里面 就是说它的卷积层的运算 通常是在85%甚至到95% 所以说卷积是主要的这个 算力的这个消耗的地方 所以我们用光去做卷积是比较有意义的 这个是我们做的这个工作 那么这是在21年的时候 在这个网站 那是网站首页去报道的 就除了当时除了 科威的之外的其他的这个研究的论文 就是这个论文 那么这个体现了就是学术界对于我们光计算整个领域的一个 就是认认可或者说这个器材 那我们的结构主要是就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就是首先是多波长光源 然后权重加载在这个多波长光源的功率上面 然后接下来呢是这个光电调制模块 就是把输入的信息呢 或者说一个项链转化成食欲波形调制在调制器上进行一个组波 然后最后通过色散进行延时步进的延时 最后在光电探测这块进行一个求和 我们接下来详细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首先我们这里举例呢 这个假设一个这个卷积的卷积的权重向量 权值向量W它的长度是4 然后我们呢就通过对光屏输的这个功率 每一个输尺的光功率进行控制 把权重加载到它的这个不同波长通道的功率上面 然后我们把输入的项链X转化到 映射到一个食欲波形的扶植上面 接下来呢通过光电调制这样的过程 就是把输入信息X 然后组波到所有的波长通道上 那因为不同的波长通道它的光功率不同 所以这个时候也可以同步的实现一个加权的功率 然后接下来通过色散的延时相当于对每一个加权的复制体 进行一个延时 那么这个延时是一个布进的延时 那延时的不长需要于输入的这个信息X或者说这个输入的波长 要与它的这个速率相匹配 这样相当于对X进行一个错位的一个功能 那么最后在光电探测的时候 它相当于会把所有波长通道上的信息都会探测下来 然后同时呢它会直接会加起来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红色的左边的这个图里面 红色方块对应的这个输出的这个结果外呢 它相当于是W1乘以X1加上W2乘以X2 然后再加上W3乘以X3再加上W4乘以X4 那么这个呢刚好就是X的就输入数据X的前四个数据 还有跟这个卷积和向量W的一个乘法的结果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就是Y的第二个数据 它的第二个结果就相当于是X的第二个到第五个数据 然后跟这个卷积和W的一个乘法的结果 然后只要这个我们去读取这个Y输出结果Y 它在不同时期的输出结果 那么其实就可以它直接对应的就是这个输入信息X 还有全数W的这样的一个卷积的结果 那么所以说我们这个架构呢可以实现两个向量的一个卷积运算 那么它的运算速度呢是2N乘以B N的话就是我们有多少个波长或者是全值向量的大小是多少 B的话就是这个信号的波特率 就是说X的这个输入的速率是多少 那么这个2就是说每一个输出的结果 它是是由2N的运算组成的 因为包含一个加法运算还有一个是长法运算 然后我们刚才介绍的是这个 如何用我们这个架构去实现一个向量运算的结果 向量卷积的结果 那接下来介绍它如何实现矩阵的卷积 那做矩阵的卷积呢首先我们要做的很明确就是说首先要把输入的这个矩阵 给它转化成了一个向量 然后卷积核呢也要转化成了一个向量 那么我们这里呢是给出了一个方法 就是以一个给它做矩阵扁平化的一个方案 那我们这个方案呢它是可以实现就是我们可以看关注这个绿色的窗口 它实际上是可以实现 横向的卷积的不长 它是就是1 但是纵向呢它的卷积的不长就变成了3 也就是与我们卷积核的高度相匹配的 那么这个是可以解决的 我们后面可以介绍就是它的横向纵向的不长都可以是1 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一下就是这个输出结果 输出结果我们可以看到最下面的最下面的这一行 那我们可以看到的话它输出是有很多结果Y1到Y25 但是实际上有用的呢 它只有8个结果 就是它的特征图呢只有8个结果 所以说用就是这个过程其实体现了就是我们用一个向量的卷积器 卷积器去处理矩阵的这样的数据的时候 它就会受到一些限制 一方面是它的卷积核的不长 另外一方面呢它输出的结果有很多是没有用的 所以说等效的一个算力 它也会下降一个角口 那么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就是说如何实现一个就是在横向还有纵向 它都实现一个就不仅不长全是1 这个也是可以做到 但是它也是肯定需要追到 那么这个图片里面展示的 这个动图展示的就是说横纵向的不长全是1的这样一个结果 那我们这里用一个6乘6的一个输入矩阵 还有3乘3的卷积核去进行一个就是一个举例 那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纵向不长不同的时候呢 它其实是相当于是我少了少了很多的这个结果 少了很多结果 那接下来介绍如何去用它来实现就是就是这个 就是实现这个纵向的不长也是1 那我们这个之前考虑的一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同时构建好几个卷积核 但是这个卷积核对这个输入数据它的其实的这个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个动图它展示的是比较清楚的 好的 那这样的话就是这样的话就是需要说我们要增加这个卷积预算的进行过 那这个当然就是一个取楼但是这样的话它的整体的算力也好 或者是这个这个纵向的不长也好 都是满足这个通用的需求 那接下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简单的一些实验结果 首先就是我们这里采用的是一个片上的光屏书去构建多博上的博上通道 那么我们这里用的是参杂的二氧化硅所做的一个微环 那么这个参杂的二氧化硅的这个平坦它具有比较高的Q值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Q值是100万左右 然后它的非线性系数是传统的二氧化硅的5倍 然后它这样的话它是整体是可以产生这个比较充足的参量增益 然后去产生克尔光屏书 我们这里用到的是一种固子晶体的克尔光屏书 那么它相对于传统的固子有一个明显的区别 就是说在传统的固子它的环里面它永远只有一个脉虫就是单固子的 那么这个固子晶体它里面可以看到有很多个固子满中同时存在 那么它同时存在就意味着它的腔内的光功率是比传统的固子要高很多 那么在克尔光屏书产生的过程中它需要不断的去调节这个视线量 就是泵浦波波长还有微缓的磁血量 所以说光屏产生必须要经历几个状态 首先要产生这个就是这个固灵序列的这样的光屏书 它的间隔是很大的 就比如像右边的图里面它整个的间隔有可以达到39个FSL 那么接下来它会经历这个混沌态的光屏书的状态 那么混沌态它是角度相位都是随计的 然后接下来它才会进入到固子态或者是固子晶体这样一些状态 像这样的一些状态 如果是传统的固子态 它从混沌态因为混沌态的腔内功率是比较高 它切换到固子态的时候微缓的温度会发生剧烈的变化 这样会导致这个邪正峰会很快的进行一个飘移 那这样的话视线量一改变 腔内功率泵浦波功率也改变 整体这个固子就会失所 那么之前就是产生单固子的方法 就是说我要不去用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激光器 泵浦激光器去扫 这样的话去避免它的腔内热量的积累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去用另外一个泵浦光 对象的泵浦光去引消它的热效应 那此外呢还有一些叫做奥基金等等的技术 它是需要额外的一些系统去控制的 那么固子晶体这个状态就是它的腔内功率 与这个混沌态距离比较近 所以说它在这个状态切换的时候 它的邪正峰基本上怎么会飘移 不会让它失所 所以说这个是可以用手动来调的这样的一个激光器 你觉得它不需要外部的辅助的光束产生分析 那我们这里用的是一个50G赫兹FSR的一个位置 那么在C波段的跃远大概有90多分光屏 那么我们第一个结果是用这90分光屏数把它分成了10组 然后每一组做了一个3乘3的卷积核 那么这个卷积核的全值我们采用了图像处理里面一些经典的全值 比如说是这个中间是1的第一个卷积核的话 那跟原来不像是一样的 然后第二个是模糊 然后还有一些边缘体群 人过体群 浮雕 润化 还有运动模糊 那我们去做个这样的运算 那么我们数据的稳输速率是到了62.9G 然后这样的话它的对向量的运算速度是在11T左右 但是对于矩阵运算它就要注意算 也就是说它的卷积核的这个高度 所以隐于矩阵来说的 那么一种速度是在3T左右 那输入的这个数据呢是500乘500的一个图片 所以说它这个是支持这个维度非常大的数据的输入 那接下来我们用这个卷积卷积卷积加速器去构建一个光子的卷积层 还有一个光的全连接层 然后这是我们针对手写数字图片识别这个数据集所选择的一个这个网络结构 那么这个这种相关的程序啊或者是等等的在这个网上都有很多 这个同学可以去看很容易的找到 那么这里这个卷积卷积层是包含三个5乘5的卷积核 然后把原始的这个图片是30乘30经过这个卷积层以后 提取出来三个6乘26的特征图 然后接下来经过迟化把它们压缩成了三个6乘4的 压缩成了三个6乘4的特征图 然后把它转化成为一个异维向量 就是72乘1的一个异维向量 然后就输入到我们这个全连接层 全连接层是用于做最后的判别 然后它一共是有10个神经元对应于10个数字 然后每个神经元它有72个输入节点 或者说是这个扑出全迟 那么这个是我们把这个500张手写数字图片 给它分成了10匹 因为我们的那个任意波形发生器它的内存是有限的 然后我们把它分成了给我们分成了10匹 然后每一匹呢它有50张图片 然后左边的每一匹 左边这个是10G的数字 然后右边的话它是这个对应的10域上的一个波形 然后这个图片代表了我们整个这个卷积层的一个实验流程 从左上角看的话 左上角首先我们有一个泵普光EDFA 然后打到微环里面去产生固子晶体态的科尔光频数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通过一个WaveShip 然后对光输进行一个预整形 然后呢把这个光输呢打到了这个电光调制器里面 然后电光调制器的输入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手写数字图片 所转化成的10域波形 那么它一共是有900个SIMBLE 然后因为这个图片是30乘30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通过一卷弹幕光线对它进行一个补给原始 然后接下来再通过一个光放大器补偿这个链路增益 然后最后呢通过一个这里写WDM其实也是用的是WaveShip 然后用WaveShip去进行就是对不同卷积核进行区分 然后还有包括不同卷积核的一个正通道还有负通道的一个实现 我们是通过WaveShip然后再加上一个BPD去实现具体的细节的话论文里面就更加细的介绍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右上角右上角的这个光谱图 我们一共用了75个光屏书 那我们可以看到是把它分成了三块 我每一个颜色呢对代表的是不同的转机核 那么这个光谱里面不同书尺的这个颜色有红的有丸的 它是代表这个正还要负 然后通过这个5乘5的一个转机核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原始的30乘30的一个图片给它转化成了一个6乘26的特种 然后这个是这些结果呢就是我们对所有的这些500张的收写数字图片所提取出来的一个特征图的结果 所以它应该是一共是有1500张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把这个特征图呢首先给它通过迟化 然后转化成了6乘4的三张特征图 然后我们把这个呢转化成了一个十一波形也就是每一张图片呢通过卷积层实化层之后呢 那它就被从原始的大小呢从900压缩到了7勺 然后我们再把每一张图片的这个卷积的这个结果呢 再次输入到这个电光调制器里面加全演示等等 然后再光束整形等等 然后最后呢输出一个加群求和的结果 就是这里实现的是一个全联阶层 那么全联阶层呢它我们实现的方法呢其实跟卷积层是完全一样的 全联阶层做的这个向量乘法其实是卷积运算的一个特例 就是当卷积的卷积核的大小跟我们输入数据的大小是一样的时候 那它就是一个向量乘法 然后这里呢是我们输出的一个结果 就是在不同的神经元对这个500张图片它的输入实现的一个判别的结果 那具体的如何来判别就是说我们对于每一张图片来说 神经元每个神经元都会有不同的输出 那10个神经元哪个神经元的输出最大 我们就认为它分到了每一类 那么左边的结果呢是展示了这个就是这个是实验的结果 然后右边的是一个理论的结果 但是相对来说比较接近的 那么这个图呢是我们最主要的实验结果就是这500张图片 那最终输出神经网络的10个神经元输出的 他们的一个幅度的一个分布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理论跟实际还是相对来说是比较匹配的 证明我们这个光子的卷积层还有全连接层的这个运算是是是是是是是 绝对还是可以 然后之前介绍的是这个卷积加速器 然后这一块就到这里 然后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后面再进行进一步的讨论 然后接下来的话我们介绍一下相关的 后续后续的一些进程就是在这个可编程光子芯片方面 呃就是我们在做完这个卷积加速器之后 我们再考虑就是不管做不做光计算的 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系统大的系统如果想实现比较好的性能都是需要集成的 所以我们我们开始把注意力去投入到一些集成的这样的一些就是一些密集的这样的一些阵列 光子器件组成的阵列当中 那么这里面呢这个可编程光子芯片呢是一种就是目前研究的相对比较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 那么其实在我们做光计算也好做量子计算也好 其实所用到的基本平台如果如果我们给它分类的话 从底层它的功能去分类的话 它其实都是可编程的光子芯片 那么我列的这两个论文一个是Nature上的一个分数 还有另外一个是Hosea Kampanning教授他们同对所写的论文 那么他们写的都是对这个领域是回顾总结都是非常好的 那么可编程的光子芯片它主要的组成的器件大概就是波导 这个异象器MCI还有一些微环散色器调试器等 它的结构就包含包含这种由MCI阵列组成的 比如说是正方形的带反馈的正方形的也好 蜂窝状的也好还有三角形的 就是说带反馈跟不带反馈 那么我这里就直接截取了他们论文里的最重要的这一段话 那么就是现在的芯片它的设计加工封装测试周期相对来说都是比较长的 从12到24个月不敢就是整个周期下来确实是比较长 所以说我们如果有一个平台就是如果这个光子芯片有一个可编程的东西就像FPGA一样 如果我们先用它去验证功能 然后后面我们功能验证了我们再取得片 那么就可以节省很多的时间 这个是这个可编程光子芯片的一个主要的意义 那么另外一方面就是可编程光子芯片是由很多个片上单元组成的 那么所以说它的性能是我片上集成的单元数越多 那它性能肯定更好 所以说这个是对这个纳米加工平台是有要求 对它的能力有要求 那么第三方面就是可编程光子芯片 它最重要的就是说我要对所有的单数进行精确的控制 我要能够训练它能够控制它 并且我也要知道它实时的状态 所以这个方面就需要对它的这个算法进行 教准算法还有一些方案 那么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是集中在第三点 就是我们有一个可编程光子芯片之后 我们如何去控制它 那么控制的这个方案大概分为两类 一种就是这个确定性的 还有一种就是非确定性的 那么这个非确定性的 就是我不需要知道芯片的任何的这个信息 我就采用这种遗传所 遗传算法相关的 那么这种遗传算法它的好处就是 我它的黑盒子里面的参数完全不用关系 但是它确实是需要非常多的迭代 甚至数千次才能实现这个整体的参数的收入 所以它需要的时间特别长 那如果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 我得知道芯片上的这个参数是什么 这样的话我才能够通过这个反向传播 我去求一些微分等等 那这样的才能实现比较快的这个 一个芯片参数的收入 但是这个方案有一个难点 就是说如何知道我芯片上的这个器件的参数 我来进行求导或者是调节 这个是比较困难 那么这个为什么比较困难 就是因为这个芯片的信息其实包含很多 一方面是我们设计出来 我们说这个它的一个初始的像仪 还有分光比这个是多少 但是我们加工当中不可避免的会带来无差 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实际当中给这个芯片功率的时候 那可能环境的温度不同 或者是我们这个器件它的散热等等这些不同 电极的距离等等不同的话 那它实际上实现的像仪分光比 都会受到这个热串扰等其他因素的影响 所以说它是一个动态的这样的 就是一个特性 所以说要实现芯片支持的精确获取的话 我们其实要知道它的一个动态的传输函数 或者是频率响应或者是这个脉筹响应 那么频率响应它大概分为它就是分成两种 一种是频度跟频率的关系就是浮屏响应 另外一种是相位跟频率的关系就是相频响应 那浮屏响应是比较容易获得的 我们用一个扫屏激光器 还有一个功率计就可以测出来 那但是相频响应是相对比较难 因为光的波长很短 所以它对于外界的这个测试链路 或者是这个系统的 就是它微小的抖动或者不确定性 都会对它的相频响应测试带来这个重大的影响 那所以我们提出的这个方案就是如何用一种KK关系 去把这个幅度响应 还有相位响应去给它们一一对应起来 当它们一一对应的时候 那我就可以从它的幅度响应去恢复它的相频响应 所以KK关系是一个比较好的工具 那么KK关系其实之前已经用的很多了 就像在当然光通系里面大家可能都非常熟悉 光通系里面KK关系 KK接收机用的是很多的 那么在更早之前呢 这个KK关系其实用于测量这个光学材料的折射率啊 等等这样一些参数呢 它都用到了这个KK关系 但是在光子芯片这方面 我们是应该是同一次去把这些关系有钱 那这里是我们做的这个主要的一个方案图 或者说是一个架构图 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上边的 就是我们整体来说整体来说看这个虚线的方况来说 我们是分成对芯片的工作呢 我们分成两个两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是对芯片去进行相位恢复 然后去进行一个校准 然后第二部分 我们才把输入的信息打到这个芯片里面去进行处理 那么在校准这部分呢 我们主要是主要的创新点的就是这个芯片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 就是中间这个蓝色的大方框内呢 就是我们这个片上的这个芯片大概的一个结构 首先上面的蓝色的波导 它是代表信号的输入路径 然后下面这个绿色的波导是代表一个参考路径 它相对于上面的这个信号处理模块来说 它具有更短的延时 然后我们这里呢 我们助理这里专门标出了这个蓝色绿色就是参考路径 还有这个信息处理单元 它们的分光比是50比50 这个比例是比较重要的 它是为了满足这个KK管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整体的流程 就是我们通过这个导屏激光器 还有功力计去测出来整体这个芯片 就是它是一个信息处理单元 不管它是FIR也好 或者是其他的双单口器件也好 它跟这个参考路径并连在一起的 这个整体的结构 它的这个频率响应 然后我们通过KK关系去恢复出来它的相频响应 这样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反复列变换去得到 它的这个冲击响应 然后我们知道冲击响应以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对这个芯片的这个 它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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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节参数呢去进行控制 只要说我们让最后让这个冲击响应去收敛到我们需要的冲击响应 那么其实它片上的参数到底是什么 我们其实也不用知道 就因为它已经实现我们需要的 那么这里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啊 KK关系 那KK关系它的右边给了这个KK关系的这个公式 就是说这个相位是由这个它的这个啊 它的这个扶贫扶贫响应 然后去做这个希尔波特变换 这个就是它的恢复出来的这个响应 这个公式是比较简单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仿真的结果 仿真的结果的话就是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这里是用一个FIR的滤波器去举例的 因为我们手里的那个芯片就是一个FIR芯片 我们可以看到左边的这个A图 左边这个A图呢是代表的这个FIR芯片的这个或者FIR滤波器 它的冲击响应包括它的幅度还有相位 然后我们在前面呢加一个很强的这个绿色的抽筒 这样的话就把它转化成为了一个啊 最小相位滤波器那为什么呢 那最小相位滤波器跟这个一般的FIR滤波器 它的主要区别是什么就是说它的零几点都在单位员以内 或者是说它的它的就它本身还有它的 immerse都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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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果的 都是因果的 我们这里呢就测试了一下就是说我们这个前面的这个抽筒呢 需要到底需要加多强就是参考路径的这个强度 到底需要加多强 那么这个是在右边这个图呢进行一系列的验证 那我们可以发现只要参考路径比我们后面这个就是比这个FIR的这个滤波器 比它要大 比它的这个合起来的它辅数合起来那个H它的幅度要大的话 那么它就是满足这个这个关系 那接下来我们是给出了一个公式上的更严谨的一个证明 那这个是在论文的这个参考文献里面 然后我们这里证明的这个首先这个假设呢 Proposition就是说我们这个参考路径参考路径的这个幅度比我们这个信号处理 但愿比它的幅度要大 满足这个条件的就是这个芯片整体是满足这个KK条件的 我们就可以从它的幅度相应恢复出来它的相比相应 因为这个H-chip就是这个整体的芯片还有H-reference等等 它们都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它一定都是一个因果的 那么我们只要证明它的inverse是因果的就可以 然后它的inverse具体呢 接下来就是这个公式H-chip我们对它进行了一系列的这个展开 然后只要满足这个充分条件就是H-reference的复制大于大H-SPC的这个复制的话 那么我们这个inverse就可以被展开成一个极数的形式 因为这个极数里面的每一项目都是因果的系统 所以说这个把它求合起来整体的系统也是因果的 那所以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就证明了这个只要这个参考路径的功率不够大 那么这个整体这个芯片它就是满足KK关系 那么右边呢我们就证明了一个特例 就是对于FR滤波器来说那它满足什么样的条件 这个KK关系成立那跟左边是基本是一样的 那我就不再重复 那所以说通过这个结论来看 就是其实跟我们前面这个图是印证的 就是我们在这个校准系统当中 我们只用一个3dB的偶合器把它等分开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这个信号处理signal processing core 因为它的延时一定是比reference path一定是比它要大的 那延时更大的话 那它经过的这个损耗肯定也会多多少少会更大的 所以说只要用3dB的偶合器一定是可以满足配合器 然后接下来我们对就是不同的这种结构都做了一个仿真的验证 那我们首先是对这个FR滤波器它是我们这里仿真它是64个抽筒 但是多少个都是它肯定都是满足的 然后这个辅向是随机的 然后此外呢我们也对这个微环 几年的微环 我们可以看到它也是 就是通过加这个参考入境的话 它也是可以满足这个KG关系的 所以说明这个KG关系呢 它是一个普遍适用的一个方法 然后这一块呢就是我们这个它做的这个主要的一些实验结果 那左上角呢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FR芯片 那这个芯片是团队之前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FR芯片呢 它其实里面的并没有这个参考路径 所以说我们是通过就是我们把这个最短的那个路径 我们把它认为是参考路径 然后把其他中间这些灰色的都调煤 然后我们实际上的信号处理单元是上面这个八个抽头的这样的一个FR的一个芯片 然后这个B图是我们这个芯片的一个照片 C图是封装好的一个照片 然后D图呢就是我们在调这个其中的一个MCI 它的编号是4-8的时候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MCI呢 它控制的是第15个抽头 还有第16个抽头 它们之间的一个复制相对的关系 那我们可以看到图D里面 在我们改变不同的这个功率的时候 Hitter的功率的时候 可以看到它是在变化的 然后图E呢就是我们把这个转化成了这个 它的分光笔 那可以看到它跟那个理论的结果是匹配的非常好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又调了这个Faceshifter16 就是第16个抽头的它的 我们可以看到它本身呢第16个异 一项系它本身抽头相位是线性的 这个与理论理论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它旁边的这些抽头 它的相位都会受到影响 那这个就是很明显的片上的热传绕 那这个现象也是符合我们预期的 越近的受它影响越大 越远的呢它的热传绕就越小 那么这个也这个其实也指出了就是芯片 我们去控制的时候这个热传绕的确是个很大的问题 那接下来呢这个H H就是我们这个整体的这个芯片 就是整个这个16抽头这个芯片 然后它所测到的这个insertion loss 就是它的浮屏响应 然后通过KK关系恢复出来它的相位 然后我们把它做反复列变换呢就可以得到 它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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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击响应 然后我们冲击响应的话 我们这个光使用网络分析 我们用到了这个仪器的话 它是可以去测一下这个冲击响应的强度的 它跟它测的结果也是一致 然后我们对这个频率响应做一个Z变换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零点极点都在单位元里面 所以说它也是一个最有三位滤波器 确实是满足这个KK关系 那么这个这个结果呢就是说我们对 我们其实对所有的MZI 还有所有的一项器都进行了一个测试 那么所有的MZI还有一项器 它的这个所对应的这个就是功率 MZI的这个公分比 还有它的heater上的这个功率呢 跟这个理论值呢是它的图形 我们可以拿非常平滑非常漂亮的一个图形 那所以说明这个我们这个测试方法很准确的 也可以看到它的相位都是线性的 这个是一方面 然后我们在这里测试完这些器件呢 我们发现了一个比较 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除了热传扰以外 就是每一个heater他们的这个首先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初始相位都是 都是不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到图里面这一个器件 他们的初始的相位值就是芯片加工好不加电的时候 它相位值都不一样 然后另外一个实现二派相仪的这个功率也都不一样 那我们实际当中如果不知道这些信息的话 其实根本没法对这个芯片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 然后接下来呢就是展示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算法的流程 就是我们这个16抽头的FR芯片 它是分成两部分 第一下半边呢就包含那个参考路径 就是刚才图里面那个绿色的波导 然后还有一些抽头我们没用掉 我们就把它光调没了 就它没用到 然后上面这部分呢是一个8抽头的一个FR滤波器 上面这块是就是我们这个信号处理的主要 它信号处理的单元 然后我们首先呢对整体这个芯片去测它的这个插入损耗 然后它的插损呢又分成这个幅度响应 还有那个相位响应 然后做KK 可以通过KK呢去恢复恢复它的那个相频响应 然后去得到冲击响应 然后冲击响应的浮值呢就对应的 我们需要调那些MCI 调里面的heater 或者说移向器我们需要调多少 然后那个冲击响应的相位 就是我们需要调每一个延时前面那个移向器 那调多少延时相位 然后我们我们又有这个理想的这个冲击响应 然后理想的这个MCI的相位啊等等 还有移向器的相位 然后这样我们可以得到一些得到直接得到误差 然后我们直接可以去改变加在MCI 还有移向器上的这个电的功能 然后这个图就展示我们整个对于不同函数的一个控制 还有训练的一个过程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实现了合计种功能 比如说Sync滤波器它有不同的相应 那Sync滤波器的话它的扶持是完全一样的 来抽头的复制 然后它只是说相位有一个不尽的相位 比如说0的时候它的中心频率就在0频率的地方 然后4分之7π还有7分之4π还有7分之8π 7分之4π等等 就相当于对它中心频率进行一个移动 然后此外还有谢尔伯特变换等等 微分器等等带同律波器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曲线 头里面这些曲线它最上面这一列是冲击响应 就是说我们这些抽头的这个复制 那可以看到Sync滤波器因为它是全异的 所以它的复制一定会收敛收敛到相等 就是最上面这个曲线 那么第二行就是说MCI的这个误差 就是它的这个分光比的误差 那这个误差如果那它肯定是要收敛成0的 误差变成接近于0 然后第三列就是第三第三行就是这个冲击响应的相位 那我们可以看到冲击响应相位对于第一个Sync滤波器它是同相位的 所以说它的相位都收敛到0 然后第二个它有一个7分之4π的相位 所以说它的相位的话 它是有一个7分之4π的一个布计 然后接下来是7分之8π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7分之12π 那么最后它的这个相位的这个抽头相位的误差 那肯定也是曲线于0的 那对于谢尔伯特变换来说呢 那它的这个首先它也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它的冲击响应的浮值呢 会收敛成谢尔伯特变换的这个所需要的抽头浮值 然后这个误差要收敛到0 然后谢尔伯特变换呢 它的相位呢就是0或者π 它就是正负的 所以说对于这个滤波器还有微分器也是 它们的相位都是正负的 那这里的话它这个π跟负π是一样 只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个轴翻过去 但是它就是两个指定功能π 那整体来说对于多种功能呢 基本上都是在25次迭代以内呢 实际上有一个手里 那如果我们要用遗传的算法的话 这个是需要 是可能是需要二几千次的 所以这个速度 抽点速度确实是很快 然后另外一方面 我们不需要对这个芯片去进行 对它的参数 比如说它的 就像我们前面演示的这个图里面 我们实际的这个运算过程当中 我们根本不需要去带入它的实际2π的相仪 到底是需要多少的功率 或者初始相位什么 这些我们完全不需要 我们只需要我们设计的那个值 比如说我们设计这个芯片了 我们它的电阻是多少 然后它实际2π的相仪到底 就是我们估计一个值 比如说我们那个程序里面 我们这个MCI一样性它实现这个相仪 我们估计就是0.8瓦 然后它的初始相位呢 我们是通过只需要一个两步的一个测试 去得到一个初始的 初始的相位 知道它在哪个斜率上 知道在哪个坡上面 然后它的整个的这个电阻 就是它的 它其实每个hater的电阻也不太一样 然后电阻的话 我们也是估计的 只给一个固定的值 所以这些都不需要就是提前的测试 所以说相当于我们拿过来一个芯片的话 直接就可以对它进行一个这样一个校准 就在25次变单内 所以它是非常快的 然后这个是我们最终的一些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最上面这一行 它展示的就是我们整个芯片的这个测评响应 那可以看到这个其实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包括它的相评响应也好 因为它最小相比滤波器 可以看到它的相位也是非常小的 然后它的测评响应 相评响应根本是看不出来什么内容的 但是我们把它做这个反复列变换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前面的抽头 前八个抽头我们就根本也没控制也没管 但是后八个抽头 它的幅度相位跟我们所期待的 我要实现的目标是完全离职的 那我们只要把光去接入到这个上面这个 就是我们后面这个信号处理单元 那个八抽头的F2滤波器 只要接过去然后再测它的浮评响应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跟我们所期待的这个sync滤波器 它有不同的重心频率 这个是跟理论是完全离职的 然后这个是它就是sync滤波器 它的这个抽头的相位不尽 这个是不同的相位不尽 那接下来还有这个希尔伯特变换 还有滤波器还有微分器 那我们也都可以看到它芯片整体的这个 这个屏屏响应 线屏响应都是看不出来什么东西 但是但是它的后半个抽头 是跟我们这个理论的这个指示完全是一致的 那我们这里的这些画的这些数据呢 都是都是都是实际测到的 这些冲击响应都是实际测到的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是因为这个画图的方法 这个希尔伯特变换的可能看着有点别扭 别扭 注意它的零频率是在重建 然后我们就是说总结一下就是说 我们这个跟这个关系是一个比较有用的关系 就是我们代价也挺小的 其实就是只要在片上加一个参考路径 用一个3dB的吼合器 就可以实现对任意的双端口器件 对它的这个橡皮响应 一个精准的恢复 然后多端口的器件也是可能的 但是这里的话就是它当然是增加更多的复杂度 但是基本的原理也还是这个原理 然后这个方法呢 它是可以去 就是因为我们可以每一次去测试的时候 都知道片上它的信息到底是什么 芯片的信息 精确信息到底是什么 所以说我们可以实现一个 就是一个快速的一个校种 然后另外一方面也可以去等效的去补偿 它的这个串扰啊什么 就这些问题 加工物差等等 这些问题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是又有一个另外一个工作 就是我们考虑啊 就是之前的KG关系呢 就是它需要这个一个这个最小相位的这个条件 就是我们需要这个参考路径 它里面的光公率要足够大 那我们想这个是不是可以去掉呢 就是去掉的话 这个就是是不是整体的信道比会好一点 因为有的时候可能那个我们的信息处理单元这块 它的组号可能比较大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是希望参考路径里面光少一点 所以说这里呢 我们又提出来一个新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把这个参考路径的延时呢 我们可以看到之前的KK的关系呢 它的这个延时是相等的 参考路径跟抽头之间的延时呢 跟抽头与抽头之间的延时呢 都是相等都是T 那我们这里呢 给它变成了二分之T 那这样一变了之后呢 那最后其实整个的这个算法 整个的这个过程是完全不一样的 比如说用伏利液变换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这块需要用的就是伏利液变换 所以这个也是蛮有意思的 当然它的tradeoff就是说 这个校准的时候 我们实际上是需要两个FSR来校准 但之前我们只需要一个FSR 因为这个为啥需要两个FSR 因为我们这个参考路径 它与抽头的这个延时的间隔变成了二分之T 对应的它的FSR要求大量就是大一倍 这个就是一个很明显的抽头 当然它的好处就是我们对参考路径的功率 再也没有任何要求 然后我想接下来呢 可能还有更好的方法 也期待就是许主节各位专家 能够有更好的解决方法 那我想最终我们的目标都是共同的 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功能很强大 并行度极高的观伏机 但是我们也要对它的上面的参数进行精确的控制 还有训练 这是我们的一些合作者 包含柏拉什大学 黄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科技大学 还有就主要就是他们最近 出现了的新的ARC 就是干嘛是在抗 此外呢还有加拿大 香港 还有诸科院的合作者 然后最后打一个广告 就是我们我是去年1月份 刚刚加入了许坤校长 对 现在主要做的方向呢 就是光计算 系统 还有就是光评书 还有就是我们片上的可编程公司芯片 就我们刚才讲的主要这些内容 对现在有意愿的做博士后 或者是博士的同学 或者学者都可以跟我联系 好的感谢 感谢大家 感谢大家宝贵的时间 也感谢龙老师 我们光辞学组委会的邀请 我的指导这里 感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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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大家